在元旦這一天 華聯縣政府也舉辦了 愛戀花蓮元旦見走活動 地點是在太平洋公園 天空雖然下起毛毛細雨 不過現場還是湧入超過 6000名的熱情民眾 和現場徐中衛及一個局處首長 齊唱國歌 共同邁步迎接新的一年 華聯縣政府辦理的 2023愛戀花蓮元旦見走活動 1號上午在太平洋公園盛大登場 天空雖然下著毛毛細雨 但現場仍然湧入超過6000名熱情民眾 與華聯縣長徐中衛 與各局處首長齊唱國歌 共同邁步迎接新的一年 今年是2023年 也就是112年 中衛和華聯縣政府的局處首長 以及終身至光 我們不歡喜委員 在這裡再一次 感謝大家對於華聯縣政府的鼓勵和支持 以及未來我們有非常非常工作 非常多的工作要進行 比如說我們中山橋、吉安橋的改建 以及我們的玉里高僚大橋、輪天大橋 還有玉長大橋以及我們的玉里大橋 還有公路總局的花蓮大橋 這都是在整個無論中央和地方上的計劃當中 當然這些建設一定會影響到我們所有鄉親的進出 但是我們會做好最良善的規劃 但也請大家我們一起攜手同心 一起讓花蓮更美好好不好 好 而活動中除了有多個局處的宣導攤位 還有在地業者特色美食及手作攤位 讓民眾了解政府最新政策及法令的同時 還能享用道地特色的美味 更讓所有人在2023新年的第一天 邁向健康生活活力滿滿 記者 徐立青 江湘湘報導